哈喽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带来一个黑帮大哥复仇的故事 黑帮大哥遭人出卖,被人砍下一只手,靠看厕所生存 时间正处于韩国选总统的重要时期 以张比佑为首的阵营,得到民众的多数支持 在选票上遥遥领先于对手 正当关键时刻,有人爆料出 未来汽车老板出资300亿帮助他拉选票 资本家和政界的同流合污是不被允许的 身为警察官的于章勋是一名首尔警察官 他靠着自己的努力硬爬到今天的地位 不过,像他这样没有任何背景的人是没有多大前途的 他需要一个爆炸性的成绩来证明自己吸引出威力 最好的目标就是关于选举的事情 一旦他能够证明张比佑存在受贿的行为 未来的仕途将会孤不可量 他目前正好位于张比佑敌方阵营 高层需要这么一个疯狂的家伙来搞事情 万一扳倒了张比佑 于章勋的顶头上司会很开心 调查会调查 如果出现失误 所有的责任都要他一个人来承担 于章勋知道这件事情很危险 但他必须这么做来证明自己 他已经得到了可靠的消息 未来汽车的财务组长向他泄密 他的手上掌握了未来汽车贿赂的交易名单 未来汽车从韩吉银行拿到了3000亿作为秘密资金 其中的300亿用于张比佑的竞选 可是财务组长私吞了10个亿 被发现之后炒了鱿鱼 没有办法 才找到于章勋泄密 就在两个人打算交易名单时 半路被人截胡 于章勋负责重裁 黑帮大哥安上九负责偷菜 他派人将财务组长抓了起来 言行兵购下问出了名单 此人虽然身为黑道大哥 做事狠毒 但不得不说他是一个逗笔 安上九一直和某知名报纸主编 李江熙有着密切的来往 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 都是通过安上九来执行 李江熙作为军师 指点所有事情的规划部署 安上九把李江熙当作亲大哥对待一样 有什么秘密都会告诉他 基本上没有瞒过他 这次他拿到了名单 却偷偷复制了一份 还很开心地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李江熙 期待关键时刻可以敲诈蔚来汽车 向他炫耀一番自己的聪明才智 安上九和张比佑 蔚来汽车老板都很熟悉 有时候他们在秘密地点会谈 晚上需要几个小姐姐 都是安上九开车带着妹子送过去 这天晚上 他再次带着妹子前来 和未来其实的赵长武谈判 希望自己可以脱离他们的掌控 自己做自己的生意 没想到赵长武在背后一砖头将他们倒 他们得到了消息 知道了安上九复制名单的事情 赵长武没有丝毫手下留情 直接将安上九的右手锯了下来 表面看起来文质彬彬 下起手来是真的黑 两年后 曾经的黑道大哥已经成为了扫厕所的人 靠着给客人揉肩赚取消费 一把马扎 一部音响 一句假之 凭借着耍赖皮 坑尿急的客人 混到这种地步 他也是很无奈 张比佑怕他泄露消息 但又不能刷掉他 只能安装监听设备 身为黑道 安上九是一个不会就此罢休的狠角色 被人砍下一只手还要忍其吞声 扫厕所都是假象 用来迷惑张比佑 暗地里他通过自己的情人小方 开始复仇计划 安排手下朴社长 假装投资人 接近张比佑的手下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给张比佑下套 当初被偷了菜的于章勋 已经开始调查安上九 1988年 黑社会组织出现内部混乱 趁此机会 安上九成为组织的领导人物 随着实在的背景因素 上层需要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安上九 在未来汽车财阀的庇护下迅速扩张 负责上层安排的被K过任务 如今他遭到了主人的遗弃 于章勋猜测 他肯定还要备份名单 朴社长很成功地用钱 接近到了张比佑 两人这算是正式见面认识 当离江西知道他从陌生人手上出钱 很是震惊 你就不怕朴社长是间谍把你出卖了 显然张比佑丝毫不理会这件事情 只顾着享受作乐 这天消失很久的韩杰银行行长出现在公众面前 他来到检察院 明明是自首 却一句话也不说 未来汽车老板将他之前淫乱的视频发给他 警告他 如果敢乱发言 后果他明白 无奈之下 他选择跳楼自杀 这一幕正好被下面等候多时的记者拍到 当天晚上 李江西便已经写好了文章内容 韩杰银行行长在审讯期间自杀 和检察院过度调查有着莫大的关系 很有可能就是严刑逼供导致的 第二天一大早 铺垫盖地的报纸新闻满天飞 就算借给豫章勋一万张嘴 他也解释不清楚 上次迫于压力 没有办法掩盖这件事情 已经尽力说清 暂时只能让豫章勋停职休息 和上层最初的计划一样 总检察长已经倒戈 他亲自参与到别墅的party活动当中 答应张比佑会把豫章勋调到偏远地区 晚上的聚会活动中便有小方 他随身携带的首饰是一件V型摄像机 负责记录和李江西不堪的画面 没想到被一杯酒洒到 好在还有备用计划 朴社长送给张比佑一块手柄 里面安装了摄像机 本来可以依靠这项计划 得到他们私密谈话信息 按上酒这个逗逼 依然很相信李江西 两句话便承认了自己安排的卧底 还担心所谓大哥的安慰 让他退出这场争斗中 朴社长打算偷走手表时 都快要走出门 张比又接到了李江西告密的电话 于是乎 朴社长被自己大哥的嘴露了出来 朴社长也遭到了一顿酷刑 不过他很快投降了 向赵长武坦白了所有计划 主动带着他们找到了 安上酒的秘密藏身所 安上酒不愧是从小弟成为大哥的人 即便一只手残废 对战三个人毫不逊色 很倒霉 他再一次没有防到赵长武 从背后被人闷了一转 康狼补馋 黄雀在后 于张勋及时赶到 从背后打晕了赵长武 带着受伤的安上酒 暂时居住在一家情侣酒店里面 于张勋坦言告诉他 他们两个虽然没有见过面 但当下目标是一样的 你为了报仇 我为了维护正义 都是要揭露张比又的黑料 安上酒并不相信突然出现的检察官 本身他就是黑道 和官场的人就是死敌 他忽悠于张勋 给雷菲其他名单 真正的机密文件 他谎称已经被人抢走 安上酒的逃跑 势必会让对方派人搜查找寻 几个大男人出现在情侣酒店 很容易引起注意 于张勋思考过后决定 回到自己老父亲家里躲避 他的父亲居住在一个偏远小山村里 生活虽然很艰苦 但他是一个非常博学的人 看过的书 看比一个小型图书馆 真算得上是博览群书 父子之间的关系和大多数人一样 交流比较少 隔阂很深 简单交代几句话 于张勋便离开了家 他现在已经被停职 很多事情没有办法亲力亲为 所以他需要在野党的势力提供帮助 找到在野党的一位高层人物协商 可以借助媒体的力量把事情扩大化 核心人物就是安上酒 只要他拿着真正的交易名单开记者会 接下来于张勋会按照计划实施 由于安上酒是黑道 而且和交易有一定关系 他露面作证 首先会导致他要坐牢 这件事情是无法避免的 法律不会宽待犯罪的人 直到此刻 安上酒并没有怀疑是李江西把他出卖 于张勋很生气 哪会有这么傻的家伙 被人出卖还帮别人数钱 带着困惑 安上酒给李江西拨打电话 质疑他是不是出卖过他 李江西没有丝毫掩饰直言 走狗怎么可以换掉主人 自己去炸糊呢 你就应该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不要有着非分的想法 最后的结果就是引火烧身 你把我当做大哥 可你是否知道我是你的主人 狗再怎么叫也是狗 咱们可以和主人称兄道弟 你就不要乱叫了 乖乖回到我的身边 好好握着就可以了 听到这番话 安上酒心坎意冷 没想到自己最信任的人 竟然会如此对待自己 他们所有人都是安上酒的复仇目标 没过多久 他在这交易名单出现在公众面前 声称要把背后的势力连根拔起一举见面 紧跟着张鼻又马上召开记者发布会 信誓旦旦拍着胸脱 以自己的政治生涯发誓 他是清白的 自始至终 没有收到过蔚来汽车的一毛钱 蔚来汽车老板假装生病 住进了医院 隔离了警方的审讯 唯一能够接受审讯的李江西 却是一个狠角色 于章勋的伎俩 他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 因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于章勋他忽略了 民众是不是会相信一个黑帮混混说的话 这种人交代的东西有没有权威性 第二天一大早 关于安上九之前的犯罪活动被全面曝光 有人举报安上九的情人小方 迫于他的暴力行为而自杀 做了一辈子恶事 终于有一天想做好人 他所说的话和狼来了一样 以前把真实说成谎言欺骗大众 今天想把真实说成事实 谁还会相信 眼看距离成功就差一步 现在遥不可及 媒体和民众一边倒 认为是安上九故意栽赃陷害李江熙他们 在野党的高层对安上九也非常失望 计划没有成功 还让他们脸上抹了黑 高层不打算再插手这件烂摊子 紧接着他接到李江熙的电话 告知他的父亲收到了李江熙手下送的钱 于章勋打电话确认 父亲是以借款的名义拿到了钱 不管是什么名义 只要拿到钱 于章勋受贿的帽子就很难解释 这一连环的套路打得他白口磨变 检察院只能让他一个人背黑锅 辛辛苦苦调查这么久 还是被冷落了 事情一时间陷入了僵局 貌似没有什么破局的方法 眼看如此 安上九安排手下合力越狱 首先就是抓到背叛的朴社长一顿暴揍 安上九说到底还是心善 他并没有下死守 留下了朴社长的一命 据他交代 小方为了救安上九找到了李江熙求情 救人没有救到 还把自己的命搭了进去 李江熙派人杀了小方 把锅甩到了安上九身上 晚上 安上九独自一个人找到李江熙复仇 在暴力的险迫下 李江熙交代了犯罪的事情 用录音笔记录了下来 离别砍掉了他一只手作为报复 之后 安上九到附近的警局自首 录音内容派手下交给于章勋 根据当时的情况 李江熙受到了暴力威胁 他所说的话是不能够作为证据的 于章勋也知道这一点 他拿着录音笔交给李江熙 很谦卑地拘了一躬 希望以后多多照顾 换而言之 他向敌方妥协了 放弃正义投靠邪恶 李江熙知道 于章勋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家伙 如果能够为己所用 他也会很开心的 有了李江熙的帮助 于章勋升职得很快 几天便调入重要部门任职 再加上李江熙报纸的赞美 于章勋树立了很高的权威 这天晚上 李江熙感觉时机已经成熟 带着他前往了别墅 开不可告人的聚会 于章勋带了一瓶好酒作为见面礼 看似他倒戈 其实是在深入虎穴 他和安上九第一次反击失败后 重新制定了计划 安上九越狱靠问李江熙得到录音 于章勋拿着录音假意投靠他们 带来的酒瓶上安装了微型摄像机 把他们聚会时的不堪画面 全程记录了下来 通过媒体渠道 发布到各大网站上 之前 安上九说李江熙他们是罪犯 没有人相信 现在有了视频证据 于章勋身为检察官 在李江熙的帮助下 得到了民众的信任 他现在站出来说李江熙有罪 民众是相信的 检察院会重新调查他们的罪证 证明安上九没有说谎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李江熙张比佑 未来汽车老板全部被抓 最后 于章勋成为一名律师 安上九也被放了出来 故事到此告一段落 本片名为局内人们 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 最后的突然开挂有些明显 显然 在现实是不太可能实现的 不过 我还是很推荐本片的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了